来的第六场演唱会 赛事也将继续升级 在这两年的综艺节目中 芒果凭借浪姐和批哥 再次拿下了霸主地位 大家都知道 在刚有综艺节目的时候 芒果就靠着快乐大本营 成为了圈内的领头羊 一档综艺节目可以一下火20多年 芒果的实力可想而知 自从浪姐和批哥开播之后 芒果在综艺领域 真的是再次挺直了腰杆 在第一季的浪姐开播的时候 那个火爆程度 简直是达到了 红遍大街小巷的地步 不夸张地说 不管是平时看综艺节目 还是平时不看的人 都来凑热闹了 因为谁都没见过 30多个成名女艺人同胎竞技 这也太刺激了 当浪姐做成功之后 又开启了批哥 相比之下 批哥的嘉宾阵容 显然是更豪华的 好多哥哥 都是观众年轻时候追过的偶像 如果要说 30多个成名姐姐 同胎竞技不可思议的话 那30多个有实力的 前辈哥哥同胎竞争 那更是让人兴奋的 陈小春 张志玲 严承旭 黄冠忠 林志炫 苏友鹏 郑军 任贤奇 林志颖 蔡国庆 胡彦斌等等 我真的想问一下 哪个站出来 不是前辈大咖呢 试想一下 你要是在自己的领域 做到了人人尽养的地步 你真的愿意站出来 和新人一起比赛吗 说实话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 更别说是这些明星了 对于批哥中的很多大咖哥哥来说 他们早就已经功成名就 即便是躺平 也可以过得非常好 越是这样的哥哥 越是让观众觉得 他们不太可能参加 这样的综艺节目 当然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观众心中的 前辈哥哥 这才让这档综艺 火到超越了浪姐 现在批哥已经做到第三季了 观众心中的前辈大咖 能请的也基本上都请过了 相比前两季来说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有所减弱 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 这些哥哥创造出来的舞台 确实一点都不比前两季差的 一整季节目下来 好几个舞台被观众收藏起来 反复欣赏 翻唱歌曲和原唱歌曲 也是一遍遍循环播放 什么叫好音乐 什么叫华语乐坛的发展 我觉得批哥这档综艺 就在做这件事 每一季的节目 都能让观众看到很多的好舞台 认识很多的好歌手和好音乐 难道说这不就是发展吗 现在节目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了 哥哥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五次公演 按照正常逻辑来说 这次公演结束之后 就是成团业了 这也意味着节目要收官了 不过 让观众没有想到的是 武功只是进行了上半场的演出 下半场并没有如约而至 本来一次公演分开两天播出 就非常吊观众的胃口 这次直接没有了下半场 简直是悬念感十足啊 对于这件事 节目组给出的解释 是因为编排原因要延期播出 至于时间 节目组并没有明确给出来 看到节目组的解释之后 网友是并不买账的 再加上网上流传出来的 录制现场画面 让人更加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相信很多人这两天 都看到过流传出来的图片吧 按照这个爆料来说 陈楚生部落的动物世界 是超过了890票的 而且他们应该是第一名 陈楚生部落的下半场歌曲 原本应该是燕窝 但是却因为版权问题 临时换成了他不爱我 在比赛的时候临时换歌 这样的操作 简直是让人尴尬到脚趾扣地了 作为一档有比赛性质的综艺来说 这样的操作有何公平可言呢 央视的再次出手 让批哥节目组彻底被打脸 当我看到央视的发文力挺之后 我真的是太为陈楚生而感到一难平了 在《武功上半场》播出之后 央视发文称被动物世界中的挣扎感打动了 蔡国庆 陈楚生 王月鑫 Jeff Satter 罗杰夫带来的动物世界舞台 全人演技派 电影质感拉满 舞台不紧 角色协调一致 有悬疑剧般的细节可攻推敲 哥哥们仿佛再演一出舞台剧 对于陈楚生部落这个动物世界 央视真的是不令夸赞啊 其实很多观众看完节目之后 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在上次的《无数》中 很多观众就被哥哥们的表演震撼到了 没想到陈楚生这次直接来了一个无数续集 真的是太有想法了 在这次的《动物世界》中 蔡国庆从心理医生转变成了催眠师 设定上虽然有所变化 但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在上次的《无数》中 蔡国庆就被观众大为称赞了 他只需要继续保持就可以了 陈楚生也是一样的 上次表现非常好 这次同样是可以游刃有余的 毕竟已经有经验了 其实很多观众一开始 是非常担心罗杰夫和王月新的 不知道两位能不能演出那种感觉 看完之后才知道 完全没有问题 尤其是王月新 这个演技真的是绝了 不夸张地说 这比无数忠于浩明和张远的表现是要更好的 情绪更加饱满 张力十足 让人很有代入感 实话实说 这样的舞台确实是值得央视力挺的 其实在之前陈楚生演唱完光明之后 央视也曾发文力捧 不过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 陈楚生当时那首歌的成绩真的是一言难尽 直接垫底了 要是一次次出手力挺陈楚生 但是节目组却一次次让他遭遇不公平待遇 我真的问一下 节目组不觉得打脸吗 一开始看到光明 动物世界这些舞台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非常激动 因为陈楚生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 当这些舞台并没有让陈楚生取得一个好成绩的时候 我以为这只是我的个人喜好 或许其他舞台更好 当我看到央视的发文之后 我觉得这不只是我的个人感觉 而是大部分观众的真实想法 这次舞宫下半场不能正常播出 肯定是因为陈楚生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问题 暂时还不太明确 真心希望节目组能出面说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简单的歌曲版权问题 还是说计票有问题 或者是其他问题 当提到综艺节目时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往往是音乐类节目 自综艺节目诞生以来 各大平台已经制作了大量的音乐类节目 其中许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比如歌手 天赐的声音 我们的歌 时光音乐会 声声不息等等 无疑 近几年最引人热议的综艺节目 《飞浪姐》和《批歌莫属》 这两档节目堪称芒果台的杀手锏 让其稳坐综艺霸主宝座 无人能敌 在他们出现之前 谁能想到一档综艺节目 竟然可以按照性别进行划分 《浪姐》只邀请女性嘉宾 而《批歌》则只请男性嘉宾参加 芒果通过独特的审美和正确的价值观 成功地制作了《浪姐》和《批歌》这两档综艺节目 虽然这些节目的参与人数中 同性艺人占比较高 但芒果并未因此而引发性别歧视的争议 宣传文案的热血沸腾程度 足以让观众热血沸腾 经过四季乘风破浪的姐姐 和三季披荆斩棘的哥哥 芒果TV已经形成了一套 非常成熟的综艺节目模式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两档节目只要一开播 就会立即成为热门 毫无悬念 观众经常会有这样的疑虑 那就是每一季有30多位艺人参加 如果连续做上三四季 还有人可以请吗 根据最近几个季度的表现 我认为大家不必过分担忧这个问题 浪姐第四季和皮革第三季 在刚开始播出时 很多观众并不看好 但几期节目下来 大家不还是被他们圈粉了吗 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 最初吸引我们去看 这两档综艺的原因是 芒果的文案和创新 还有嘉宾阵容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然而 随着节目的推进 我们逐渐发现 观众对这两个IP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两档节目中 艺人们所展现出的不懈努力和突破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娱乐圈中明星众多 即使是不太知名的艺人 也拥有自己的粉丝团 这就意味着 这两档综艺节目 有着稳定的受众基础 可以持续做下去 至少再做几季不成问题 最近 P哥第三季正在热播 很多哥哥的表现非常吸粉 一开始看到这个嘉宾阵容 很多观众觉得不如前两季豪华 而且觉得可看的只有那几个哥哥 但是 看完一整季节目后 你会发现很多哥哥都非常优秀 不只是林志颖 胡彦斌 在节目中 许多歌曲也成为了热门话题 观众不仅在节目播出时 听得非常投入 甚至在节目播出后 也会将这些歌曲 加入自己的收藏歌单 并反复播放 对于一档音乐综艺节目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功 虽然我不追星 但我观看P哥这档综艺节目 主要是出于对该IP的好奇 在完整观看一季节目后 我被其中的一位哥哥深深吸引 他就是陈楚生 需要说明的是 我并未观看过0713的快男选秀 因此对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回忆 然而 在几次的公演中 陈楚生的出色嗓音 确实彻底赢得了我 每当陈楚生一开嗓 就仿佛有一种魔力 让人仿佛进入了他的世界 无论是出舞台的最初的我们 还是后期的无数 光明 落叶归根 陈楚生每次都能用他那温柔的嗓音 触动我的心灵 陈楚生的声音确实令人难忘 但更打动我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简直是让人无法抗拒 他的怕被误会态度 让马博谦和P哥节目组都感到尴尬 在公演前的烧烤局中 他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真心话 我同时参加两个舞台 我担心会不会太多了 你作为队长 你有资格同时负责两个舞台吗 在听取了陈楚生的观点后 我们再思考一下 马博谦为何敢于在二宫选择三个舞台 陈楚生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他是快难选秀的冠军 并且人气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 陈楚生都认为 搞两个舞台会让观众误解 他是在搞特殊或抢风头 相比之下 无论是在实力还是人气上 马博谦都无法与陈楚生相提并论 然而 他却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同时做三个舞台 看到陈楚生的谦讯后 我真的想问一下马博谦 他不觉得这样做会打自己的脸吗 每次公演的训练时间都是有限的 在这样紧迫的时间里 马博谦凭借自己的年轻和好体力 确实可以把三个舞台都攻克下来 但真的能把每一个舞台都做到最好吗 如同俗语所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训练一个舞台需要十几天的时间 顶多能保证不出错 想要达到卓越的水平 要么是天赋一柄 要么是基础专业足够扎实 如果在十几天内完成三个舞台 每个舞台平均四五天 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个舞台会有多么惊艳 陈楚生在喝完酒后所说的话 不仅让马博谦感到尴尬 也让节目组颜面扫地 从制作方的角度出发 我认为应该对比赛规则进行合理的设定 例如每个参赛者在公演中最多只能参加两个舞台 这是上线 毕竟作为制作方 节目组应该确保舞台的质量 而不是让参赛者任意发挥 如果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有些哥哥可以再一次公演中表演五个舞台 但这真的有意义吗 在这一季的节目开始时 马博谦的个人喜爱度排名非常高 甚至超过了陈楚生 他在节目中的镜头也较多 中间的广告也有他的出场 然而 观众认为马博谦的实力与这些资源不相匹配 这导致马博谦成为这一季首位遭受严重批评的哥哥 经过观众的多次批评 节目组终于意识到问题 马博谦的个人喜爱度开始大幅度下降 镜头也明显减少 可以说 与以前相比 马博谦已经从顶级流量降到了18线 当然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如果没有马博谦与陈楚生在一次公演中表演三个舞台的对比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陈楚生竟然如此谦逊 在这次的公演中 我们看到许多哥哥都参与了两个舞台的表演 因此陈楚生并不特殊 无论是哥哥们还是观众 他们都希望陈楚生能有更多的舞台 因为他的实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 陈楚生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 只有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 他才会挑战两个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